大家好,我是Keith Strandberg,是Revolution美国的主编。 首先,要恭喜您购买Astronomia Sky。 它是Jacobs & Co.全球首发的一款, 具有独特3D天文部件的手表。 这块手表把一些高级功能和天文功能 桥朵天空的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一块了不起的计时器。 Astronomia Sky有四个看起来像微星的部件。 它们向天穷下不断旋转的天体,代替了常规的计时器。 UTC事件显示,它会和其他三个微星一起 每二十分钟共转一圈。 在四中微星对面的第二个微星就是托菲轮。 它在七轮里每六十秒自转一圈。 而且整个托菲轮,七轮每五分钟也会自转一圈。 当然,自转的同时,它每二十分钟也会随着世界现实微星, 为止手表面共转一圈。 上下的两个微星部件,一边是秒针,另一边是Jacob & Cole的红色月亮。 Jacob一颗拉转梨,把城市包石切成两百八十八面。 它们的重量是完全相通的,所以围起了手表的完美平衡。 地步是蓝台合金的Celestial Vault。 它昨晚一圈,需要一整个恒星链。 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六三六天。 地步的星空图上,有一个拖远新指示器显示。 初步分北纬四十七度可见的星星。 这个指示器旋转一圈,需要一个公横行日。 二十三小时五十六分钟四秒。 月份会显示在地盘旁边。 在顶部可以看到日夜的变化。 它是一个手工雕刻的台合金土七公益的地球部件。 地球的一半被蓝宝石覆盖代表黑夜。 四十七毫米的玫瑰金边框中坚持圆形的蓝宝石景体, 并且原定也有蓝宝石景体构成。 设置也十分简单。 只要把表翻过来,用发条调整时间。 就像其他手表一样。 右边的发条抬起后,可以设置时间和日夜指示器。 选择正方向,可以调解时间。 反式正方向,可以调解白天和黑夜。 上线需要用到另一个发条。 手动删满后,可以期许工作62小时。 手表底部的两个旗轮右边的可以设计Celestial Vault。 左边的旗轮可以设计拖远星空知识器。 GCubin Company在智能收集上开发了一个应用程序, 使设计遍体异常简单。 The Astronomia Sky把手工指标推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结合了三轴脱飞轮和3D天文显示器。 The Astronomia Sky by Jacob and Company 左工复杂考究,但是实用简单,佩戴方便。 谢谢。 Cubin Company